你知道吗 宋朝时期的白领也喜欢吃外卖 早在八九百年前的中国 就已经出现了外卖服务 上着皇帝老二下至贫头百姓 谁懒得做饭 谁就可能到隔壁的酒楼 点个四菜一汤 当然那时还没法电话点餐 一些有商业头脑的酒楼 不但把店内的客户照顾得服服帖帖 还为那些懒得来店里又想吃饭的人 贴心地推出了外卖服务 外卖总不能端着盘子送 于是酒楼当家的一派脑门 发明一种名为食盒的容器 不但能分几层装菜还能提着走 从此以后城里人经常能看着一个追风少年 手提两个大石盒狂奔的身影 与如今的一次性外卖盒大有不同 古代石盒不会吃完就扔 你也不会舍得扔 单看着设计 木 竹 发廊 漆漆为材质 有些还会雕花 显得庄重典雅 像是一件艺术品 内有数层不等 当作橱柜 外出鞋带 也是精致男女必备之选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完古人的外卖 才发现自己手里的外卖毫无仪式感 我是全书 一起落点 知识科